和图露书出自不同的地方 图像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一三五的位置却完全相同 其中所代表的五行和方位也完全一样 这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我们的祖国叫中国 我们的民族叫中华民族 我们的文化叫中华文化 这个我们处处离不开 文化的中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敬请关注第四集 以人为本 有人说龙马富途 规备上面出现洛书 是那些喜欢五行学说的人 所编造出来的故事 到底是真是假 其实我们不用费心去管它 真的又怎么样 假的又怎么样 我们最要紧的 是把我们怎么用 把它发挥出来 比较重要 我们可以看出来 同样是天垂向 河途跟洛书 还是有点不同 河途从一到十 一共有十个数字 洛书呢 只有从一到九 那个十不见了 洛书跟河途主要的不同 是一三五的位置 跟河途完全相同 但是其他六个数字的位置 就跟河途完全不一样 我们把它说得清楚一点 天数当中 也就是一三五七九 这五个基数 一三五不变 七九变 而地数也就是偶数 二四六八 这四个数字 全变 可见 同样的道理 你用不同的方式 来象征 来说明 会有些许的不同 并不是说 只有一个固定的解释 我想这在《易经》里面 也是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随时 要因人 因事 因地 因时 而做适当的调整 并不是说 不管你什么状况 我就只有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不太赞成 铁口直断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这么一来 就把那个可能性 整个都变成只有一个 那还得了 那就叫命定论 《易经》不是命定论 《易经》是给你很多变化 让你自己去选择 这样才跟道德有关 如果是命定论 那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命本来不好 品德修好了以后 它会转化 它会变好 这才叫做 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才叫做 人必须要自修 那否则 讲了半天 在讲什么呢 核图洛书的相同与不同 恰恰说明了《易经》最基本的概念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所以《易经》也有《变经》之称 《易经》的变化是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八六十四卦 那么核图洛书 是如何表现出这些变化的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核图是先天的体 而洛书呢 是后天的用 这个体用是不能分开的 但是它通通有顺跟腻 因为大多是气 你看核图 它是阳顺阴腻 它只有太极生出阴阳两种气 阴的是腻时真的 阳的顺时真的 各成一气 那就叫做太极生两仪 洛书他就告诉你 两仪下面还可以变四象 你看它洛书里面气的走向 就出现四个系统 阳顺时真的 一到三 阳逆时真的 七到九 阴的顺时真的 四到二 阴的逆时真的 八到六 它四个不一样 就变成两仪生四象 它告诉我们顺中有逆 逆中有顺 也就是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阴阳是不能完全分开的 现在人很喜欢把东西分得清清楚楚 这是对的 那是错的 这是黑的 那是白的 这是善的 那是恶的 并不是很妥当 因为它既然随时在变化 那你凭什么固定说 这个一定是好的呢 所以我们从小教小孩 就告诉他 这个对 那个错 那他一生就很痛苦 大人告诉小孩 以你现在的年龄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对的 没有关系 因为将来 随着你年龄长大以后 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你要事先给他留个余地 对 他会变错 错会变对 好里面有很多是坏的 坏里面 反而有一些是好的 这个才符合 一阴一阳之味道 所以读了《易经》以后 你的思路要做合理的调整 否则就是使背一些经文 应付考试 或者背着滚挂乱收 拿来骗人家 那个还不如不读 一三不变位的意思是什么 五不变位 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 因为五居中 五就是土的位置 它就是中 中不能乱变 可是其他素质都可以变 为什么一跟三不能变呢 因为一 它是水的位置 天一生水 万事万物 从水开始的 没有水那什么都要谈 现在科学家也告诉我们 宇宙大爆炸以后 生物都是从水里面 慢慢慢慢产生的 我们现在人体里面 还有大部分都是水 山是太阳的位置 天上是木 木 它是从哪里来 从泥土来 所以木头 它跟水的关系 跟土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各位想想看 我们地球上 如果只有泥土 而没有水 你可以想象 不可能有人类 有了土 有了水 它自然就会长出木来 所以这三个东西 我们把它用四个字 来形容 叫做木本水源 那个土房又不见了 因为土它是隐性的 那我们现在说 哪里能够长草 哪里能够长木头 那个地方 一定是可以住的 主水草而居 这是先民一个指标 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木头 或者是水源 对人类来讲 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 那这两个要素 是不能动的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先天的 生化作用 就算你没有知识 你自然而然 也会去找到 这两个东西 你看动物就好了 动物它会找到水在哪里 它会去找到木头 甚至于跟腿就爬到树上面去 它甚至比人类还能凝光 因为他们是靠这个来生存的 人类有了知识以后 反而把它本能慢慢地忘记掉了 这是我们身为人类 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地方 你看我们很多对自然现象的警觉性 现在越来越落后 远远不如一般的动物 水是源头 而木是让我们看得见的地方 你看你老远看到那个森林 你知道那里一定有水 而整体就是土来使它们能够存在跟发展 而这些东西都是人生活必须要的本源 所以河图跟洛书135的位置 它没有变 这就让中国人产生一种牢不破扣的观念 就叫做人不能万本 云水要失源 就这个道理 河图歌里说到 天一生水 天三生木 天五生土 也就是说 一代表水 三代表木 五代表土 天一生水为本源 是先天的生化作用 那么后天的生化作用是什么 而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后天的生化作用呢 它是以什么作先锋 它是以木为先锋 你看啊 先天有了水 它就产生后天的木 所以在东方用山这个数字来代表 大家把数字跟它的作用 以及方位 你都把它配合 整体的思考 就会很清楚 万物乘以山 山是太阳的位置 就是说 如果太阳不从东方起来的话 那万物也生成不了的 所以一个一 一个三 这对人类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 五呢 五叫做中阳土 它代表我们 本来那种纯真的天性 木有本 水有源 人要有德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个木头 它没有根的话 这个木头很快就 要么倒掉 要么乱掉 水如果源头已经枯竭了 水源没有了 很快就不见水了 人也是一样 人呢 如果品的不好 你所有的东西最后 都是泡影 都是幻井 很快就不存在 河图乐书 跟我们中国人 有很密切的关系 当然 你讲这个话 河南人是很高兴的 所以我们是中原文化 所以身为中国人 要好好去认识 什么叫做河的文化 那当然离不开河图 落树 中 在河图也好 在落树也好 都是用五来表示 你看我们一伸手 就是五个手指头 所以中五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要能够全盘控制 全盘掌握 你才有资格讲五啊 你看不管你多大的数字 一五一十 一五一十 很快就算完了 因此 我们只讲对五 我们从来没有讲对六 对七 没有 因为对六对七 可能你掌握不住 对五 就是我可以全盘掌握的 才叫对五 所以我们今天一天早上讲 核心团队 核心团队 你就没有想到 你到底掌握得了 掌握不了 那就不叫中 那就不中了 在推广下来 什么叫中国 为什么叫中国人 为什么叫中华 文化 什么叫中华民族 这都跟中有关系 我们的祖国叫中国 我们的民族叫中华民族 我们的文化叫中华文化 为什么我们的一切 都离不开一个中字 而这个中字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的文化叫中华民族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先民它是没有文字的 怎么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中呢 中就是太极 那太极怎么跟中有关系呢 你看这个太极 用现在的观念 把它解构 就把它的结构 把它解开来 它有很多种变化 你把它写成方块字 它就是一个中字 那换句话说呢 中不是个固定的一个目标 而是它有弹性的 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都叫中 真正了解的人 都知道中 它的意思就是合理 合理不是个固定的一个标准 因为人 它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有很多不同的条件 而且它所面对的环境 也都不太一样 你怎么可以要求 一个固定的目标 一个固定的标准 不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受了数学的影响 我们受了工业的影响 我们要求规格化 样样要一样 你看我们的教育 也把人教成一模一样 这都是不合理的 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 是要做不同的人 不是做同样的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所讲的合理 其实应该是什么 那些中华文化的特质就出来了 叫做大同小异 不可求其一同 没有办法一致 你非这样不可 我们独立玉经的人 我们就很清楚 为什么宗教要自由 就是因为他都一样 你说独一样 可能不能接受 那你说大同小异 那就好了吗 中国人的观念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其实都大同小异 你去问问那些人说 这个教室做什么呢 哎呀 劝人为善嘛 叫人做好事嘛 他们都是这个观念 所以身为中国人一定要记住 你能够用异经来解释所有的东西 你就是标准的中国人 现在不是 看了佛教以后 用佛教道度来要解释异经 基督教以后就用基督教的意思来解释异经 那好像是本末颠倒 不是很合适 中国 就是一切讲究合理的国家 就叫中国 我们不像西方动不动就法治 法治 但现在到处都在讲法治 我们是理智 我们是德治 那个境界是比法治高得多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清楚 德治跟理智是以法治做基础的 所以西方人他只发展到法治的层次 我们老早已经超越了 我们进入了德治理智 但是这样一天你就明白了 中国人非常守法 不守法就不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那个法不是死的 我们是活的 难就难在这里 所以什么叫做中国人 其实一句话就讲了 随时随地都能够随机应变 但是绝对不会投机奇巧的人 才有资格叫中国人 这样各位才知道 什么叫中庸之道 就是凡事求合理 就叫中庸之道 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尧顺 他们最了不起的 就是执忠 就是用忠 它都跟忠有关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但是却遭到许多人的误解 他们以为中庸之道 就是不明是非 就是活稀泥 而易经告诉我们 忠就是合理 中庸之道 就是凡事求合理 如此看来 中国人确实是 崇尚中庸之道的 因为中国人凡事 都要讲求个合理 但问题在于 合理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经常发生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呢 任何事情都要合理 这句话 在我们中国人社会里面 争论不大 比较困难的是 什么叫合理 合理合理 到底合谁的理 这个争论比较大 一般来讲 都是符合我的理 我就接受 不符合我的理 我就不接受 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 这个是不良好的态度 但是你看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小心 无三不成理 什么叫无三不成理 就是第一要合田理 第二要合人理 第三要合地理 这三个都合 才叫合理 任何事情看看天理 看看人理 看看地理 你把它融合起来 你就可以找到合理点 现在很多人 老在争论 人到底是为自己而活 还是为别人而活 这都很无谓的争论 一阴一阳之味道 告诉我们 我们一方面要为自己而活 一方面要为别人而活 这就对了 你找到合理点 你要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大家反应都很好 你也要小心 到底是真的 还是为了厉害关系 大家反应都不好 你也要警惕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在 大家马上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可以 马上有所反应 不可以说立马就怎么决定 就这个道理 因为所有的阴阳变化 它都是很复杂的 你必须要安静下来 好好研判 然后仔细地了解以后 还要先试一试看 反应怎么样 然后才开始做初步的决定 要不然为什么叫四反之源 毅经告诉我们 一而二 二而一 像这种观念 西方就比较难理解 他不太了解 什么叫一而二而二而一 他不太了解 所以西方老友 一元论 多元论的 真的两千多年 没有结论 因为它不符合自然的现象 自然的现象 你看它一朵云 很快它又变成两朵 两朵它又合而为一 它永远在变 你看阴阳就好了 拉得长了 它就断掉了 那阳就变阴了 两个一靠近了 那阴又变阳了 这都是各位随时可以看到的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 人是活的 地球是活的 一切一切都是活的 你不要把它变成死的 所以 中国人很喜欢讲差不多 这是很高的智慧 可是现在都被毁掉了 现在一听到 差不多就觉得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讲 其实整部一经就告诉我们 四个字而已 大致如此 因为人的本事 了不起就能讲大致如此 你还能怎么样 你能够把千真万确的 说出来吗 不可能 语言文字本身就是障碍 人的认知能力很有限 表达更是 你口才怎么好 你都是言不由衷的 大致如此 差不多 这个各位一定要花时间 慢慢去领悟 否则你要对异经 有很深入的了解 很难 我们怎么差不多 怎么大致如此呢 我们就把宇宙万象 分成六四个卦 它们叫做情境 我们把这六四种情境 每一种情境 再分成六个段落 六个段落又分成三个阶段 最上面那两个窑 就叫天道 最下面那两个窑 就叫地道 当中这两个窑 我们把它叫做人道 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说 一切一切都是以人为本 古老疫情中所包含的 以人为本的思想 今天已经为现代人普遍认同 并且成为现代社会中 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 但是我们应该素本求援 追问一句 究竟什么叫做 以人为本呢 什么叫以人为本呢 你看除了上摇跟初摇 我们很难去改变以外 其他的四个窑 都是人的意志 可以去变动的 你看我们现在科学再发达 也是这个样子 你飞机上了天 你才发现上面还有 就告诉你最高的天 你现在还搞不清楚 最深的地你还是搞不清楚 可是跟我们居住的环境 相近的天 相近的地 几乎都被我们挖青 搞得差不多 易经的六个窑 对应现在的环境 是一模一样 这就表示什么 表示所有的学问 都是由人来主导 而必须要站在人本位 这也是西方非常不赞成的 西方说我是为学问而学问 我跟人没有关系 有用没有用不是我的事 我是要追求真相 我要看真理是什么 我想我们中国人不太是这样子 我们几句话大家做参考 第一句话 鸡胸祸腐 因人而现 如果没有人 有什么鸡胸祸腐 连感觉都没有 就是因为有人 你才会觉得这个不好 那个好 车子不要窜在一起 人太拥挤了 压力太大 大家有适当的距离 那都是有人才有这些问题 顺利动进 因人而民 什么叫做顺 如果人都不见了 还有什么顺利 没有了 台风也不成为台风 地震也无所谓 所有的这种变动 如果没有人的话 那动物了不起 跑了跑去 一阵子就过去了 动植矿物 因人而差 只有人东看西看 他在说 这是动物 动物里面还分类 这是植物 有的有毒的 有的可以吃的 这是矿物 很珍贵啊 尤其是玉 它可以代表皇权 可以代表什么 讲一大堆 这都证明什么 如果没有人话 这些学问都没有了 那怎么能够否定说 学问是为人而做的呢 一直到现在 所有医院 都是人在主导 你还没有看到说 哪一家医院的院长 他是一条狗 或者一只猫 那不可能 那你凭什么否定 人在宇宙当中的 主导地位呢 但是人本人本 只有中国人才有 这就是已经给我们的 很好的智慧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